外國干涉加拿大民主的問題持續的受到關注 最近 加拿大國會家中關係委員會 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最新報告指出 中共的干涉已經嚴重的威脅到加拿大的主權 這份長達100多頁的報告 根據2021年至2022年期間聽取的證詞 對與中共有關的國家安全影響進行了深入審查 涉及的議題包括保障加拿大人免受外國干涉 防止對加拿大民主機構和選舉的威脅 捍衛知識產權和研究 加強網絡安全 以及審查中共在北極的企圖等 中加關係委員會副主席特魯德爾指出 中共的干預影響到多個部門 包括學術界 技術和媒體 目的是破壞加拿大民主基礎的穩定 對我們來說 理解並承認 中共對國家安全 主權和核心民主價值構成的威脅至關重要 對於來自中共的威脅 委員會特別強調對華裔的關注 加拿大的華裔社區具有豐富的多樣性 長期以來一直是加拿大文化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 它們的安全和保障必須是一個優先事項 加拿大政府應立即採取行動 實施本報告所列的建議 這份報告提出了34項可操作的建議 包括設立國家反外國干涉調查員和外國代理人登記處 禁止中共國有企業獲得與信息和通訊技術有關的特定聯邦合同 並對私人電信網絡中來自單一外國供應商的設備 施加限制等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安妮 加拿大報導 wwwww.hepv.hp.hp.hp.hr